在火车里面那就更不用说了 横七数八 包括整个火车的这个过道 卫生间都挤满了人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有卖盒饭的 买这个杂货的 由于人太多了 这个列车员推的这个杂货车都过不来 甚至是过来之后呢就回不去了 很多这个车站啊 经常会有这个这个尿裤子的人啊 就是人太多了 就挤得满满满满的 再一个就是飞机场经常就会延误 航班经常延误 因为人太多班次太多 那客人站就更不用讲啊 每次我记得买火车票汽车票 都要提前十多天二十天去买票 甚至在最后春节最后的三四天 你想高价买票你都买不到 很多人没有办法只能吃在外地过年 那种滋味是非常的难受 尤其是在二十多岁 经常在外面上班打工的时候 很想回家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票难求 可能说你花两倍的价钱 都不一定买得到票 尤其是在00年初开始流行 在网络订票 我发现之后更难买票 而时至今日 我们现在看看你们的城市 无论是省会啊 还是中小城市 还有这个春运潮吗 我们现在去火车上看一看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再有这种长龙的排队 不再有这种宣泄声 不再有人到处去买这种零食 买不到 排队去厕所 排不上队 甚至